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 立场日益强硬 美国近年来提高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扩大和巩固 与菲律宾的军事同盟关系 试图阻止中国以胁迫的手段 强行占有这一海域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中国 以蚕食的方式逐步扩大和巩固 对南中国海的控制 过去两年中 中国从菲律宾手中 夺取了对斯卡伯洛遣礁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的控制 并试图阻断菲律宾船只 向在第二托马斯遣礁上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上的 菲律宾军人提供补给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 高级研究员格罗夫斯 前不久在一场讨论会上说 美国目前的策略看来成效不大 这种保持警惕 尽力维持现状的做法 看来对我们不利 我们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位国际法专家认为 美国政府需要像对待北极问题一样 制定出一套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国家战略 我们在南中国海有重要的利益 可是我们并没有一份相关的国家战略报告 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行动 将我们的想法和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的法律意见 纳入一份报告 好让我们将此记录在案呢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拉特纳认为 在短期内美国应该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支持菲律宾寻求国际法庭 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做出仲裁 促使中国以和平手段处理主权分歧 如果国际社会不站出来 说这件事很重要 说遵守规则和国际法很重要 那么解决争端的这条道路会被阻断 我们的处境会很艰难 中国常常以非相关国 不应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为理由 警告美国不要插手这一事物 美国官员一再表示 南中国海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虽然不在主权归属问题上选边 但坚持认为各国必须和平解决主权争议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